TM2Squatch的扩充计目 在AI的部分 OSEP这边有提供了一个TM2Squatch 影像与声音辨识这个计目 打开之后它会启动你的 需要启动你的webcam 需要启动你的webcam 我们讲AI的部分 它是经过学习的 所以它这边有一个模型 它这边有一个网址 这个是我简单的建了一个模型 辨识形状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的影像没有任何 就任何但是没有任何的分类 执行这一个计目之后 当然你要连上网络 执行这个计目以后 这任何的里面就会有圆形 方形跟三角形 可以来做辨识 那我们可以把影像标签打开来 它现在判断这一个喇叭就是圆形 那我们换一个东西来 这是方形 它会判断出方形 那三角形我们可以找简单找一个 它会简单 这已经很不像三角形 如果是这样子来说 它还是判断得出三角形 那这就是经过训练后的模型 那你可以做辨识 声音的部分也一样 声音的部分这边我还没做调整 所以目前看起来你可能都看到日文的 那有人说那我怎么样去训练这一个模型 那你可以把这一串网址复制起来 连上这边的网址 那你会看到这一个Teachable Machine这一个网站 那你可以点一下这里 点它的官网 然后你就可以开始建立你自己的模型 那这边建议你用Google的账号给它 因为它可以储存在云端上面 它可以储存在云端上面 那开始使用 那你可以建立什么 图片声音还有知识的模型 那我做的是图片的专案 我们尝试做一个新的图片专案 标准影像 它是224乘224 大概5枚 你可以选择上传或者是网路摄影机 那分类你可以一直增加 所以你就只要这样 如果我现在要它辨识的是另外一个东西 另外一个设备的话 假设我要它辨识 Arduino或者是 这三个东西好了 Arduino Microbit 跟 ESP82660可以就选择这一个 比方说我先做一个 现在是Arduino 那这边的摄影机你要先关掉 这边的摄影机你要先关掉 那我们把它 因为它都会占用摄影机 那我们把摄影机打开了 那这个是Arduino的板子 你可以按住键它就会开始录影 按住键它就会开始录影 你可以告诉它这是Arduino 要多几张 那你也可以用不同的角度 来让它知道说这是Arduino 比方说我们是这样的角度好了 立方体看到让它辨识到这样还有一个圆形 它是有可能是Arduino的 我们测的好了 你也可以这样 多几张 或者你还要让它判断的是 不同的板子的话 我们就指一个Arduino的板子 目前这样子 它只要张数够了 就可以做训练 那如果Arduino的板子做完了 那我们可以来试 像这一颗是ESP32的板子 那我们第二个 ESP32 一样开启摄影机 ESP32 我们让它辨识 ESP32 一样按住录影 再录几张 那ESP32 我们是这样子的 不一样的角度 我们用这样子的角度来 也多拍几张 或者是我们转一个角度垂直的 垂直90度 它也可以做录影 另外一个是Microbit 我们再新增一个 Microbit的样本 一样摄影机打开来 这是Microbit 录影 那我们可以翻过来 这也是Microbit 经过不同的学习 图片的学习 那它等一下就会帮你辨识这三个 那我们就有三个之后 我们就选择模型训练 好训练完 那我们现在这边它就会开始出来 像它现在判断是Microbit 这边百分之多少 那我们把Arduino放进来 Arduino它便是出来 转久打开这样子 它会判断不同的板子的 这边会有不同的程度 可能是哪一个 我们刚才是有这个角度给它 就去做练习 换一下 好 那如果是ESP32是这样 它就判断 那做完的话你可以汇出模型 汇出模型 然后你上传模型的时候 这边就会有一个新的网址 好那我们把它上传模型 那你也可以存在你的云端硬碟里面 那下次再汇入 上传需要一点时间 好上传了 上传你看它这里有一串 网址复制起来 这是我们要的 那我们现在的webcam 把它关掉 因为我们的 OSEP要用 我们再打开我们的TM2 那我们把这一串网址贴进来 好一样 选择执行这个积木以后 那我们的影像里面就会有这三个了 Arduino SP32跟microbit 好那我们现在放一个进来 看它判断出了来试试 好这个 好我们现在放了这个 图片 那我们怎么知道它辨试出来的是什么 好它有告诉你 现在这个是microbit 那如果我们换 这一个 好它辨试出Arduino 那当然有所谓的值啦 辨试的值是多少 那就可以透过这样子来去辨试说 做影像辨试说 我们给电脑看到的 webcam上面看到的是什么 好这个是TM2Squatch的使用方式 它可以辨试影像 也可以辨试声音 声音要把麦克风打开来 声音要把麦克风打开来